其父 我回来了 虾哥哥 你去哪里了 还以为你不要柔儿了呢 柔儿宝贝 虾哥哥怎么会不要你呢 虾人 你跑哪去了 华的兴起 翻过那个山又去了 我炸 给钱给钱 行啊 老李 你这学习能力挺强的啊 虾小子 这名为斗地主之物 啥是有趣啊 还行吧 也就无聊的时候 打发打发时间 你小子 此玩法看似不过玩乐所为 但其实比斗心智 半谋策略 还是不得其中玄妙的 就一个一个斗地主 能够让这几个人共成这样 自己是不是应该把麻将这个国粹给弄出来 行了老李 别打了 这雪橇你也学会了 这两天我就让和尖郡王献给朝廷 来年攻打突厥 应该有用 对了 刚刚你知道我在山那边遇到谁了不 谁啊 异国公秦琼 还有当朝将军牛进打 怎么样 没见过这么多大人物吧 能让我当女婿 真是你老李的福气 这小子 总喜欢在这上面咄死一番 不过好在遇见便遇见了吧 这小子多认识点人 也是好事 虾小子 此地离那个没看工房 应当不远 不如去看看 行 那就带你们去看看 老李 这工房到了 咱快点看看吧 这儿烟尘多 姐姐有气急 就不要太进去了 不知各位贵人有何贵干 老爷子 我们进去看看 不 不行 麻烦贵人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这 这里面都是些工人干活的地儿 怕脏了贵人们的衣服 这好像自己是大股东吧 怎么还不让进呢 可能是没认出我来吧 老爷子 那不知道孔灵月在不在 孔娘子 不知公子找孔娘子何事 小的再去通报 那就麻烦通报 家人来看看 你便是东家 要这么说的话 也算是吧 哎呀 原来是东家来了 是老头子狗眼看人低 没想到是东家来了 东家 那位公子是东家吗 夏老头 这位贵人真的是东家吗 各位 这便是咱们的东家 小的二亲子见过东家 小的周二福 见过东家 老爷子 这怎么回事 回东家 您可是咱们的大恩人 大伙都早想着见见您来 咱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全是沾了您的光 才有了一口饭吃 还有地方住 东家 老头本来是河州县人 后来苦于蝗灾 不得不迁路为生 一路上又家里人恶的饿死 苦的苦死 带着几岁的孙子 索性来到了这儿 有了饭吃 我的孙子有了活路 老头给东家磕一个 老爷子 老爷子 使不得 虾人面色一变 现在大脑还一边空白 看到这老爷子的动作时 这老爷子已经跪了下去 激动的做事要拜 虾人连忙一把拉住了下老头即将拜下去的动作 可这边刚刚拉住 这如同星星之火一般燃了起来 一个人激动着脸色跪下了 两个 三个 四个 最后 不知多少人 直生生地跪下了 眼中满是感激尊敬的目光 李世民君臣几人惊朗 看着一众虔诚跪下的民众 看着那激颤动人的目光 一时无言 眉头紧锁 那每一个人眼里的尊崇神光是那般赤裂 那周围激动的声势是那般强烈 老爷子 快起来 快起来吧 仅仅只是能够维持生计 真的值得行如此之礼吗 各位 虽说我做了些事情 让你们有上一口饭吃 不过我也是正常故宫 你们用自己的力气赚钱 实在不值得行如此跪拜之礼呀 不 东家 您可是留了我们的命啊 这寒雪在年 我们一入伤洞死了一茶又一茶的人 可东家这里受留了我们 给了我们饭吃 给了我们住的地方 我和老母才得已活了下来 东家登晴 莫不敢忘啊 周围答应的声音响成一片 甚至到了后边李世民等人 都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但无异不是 感恩瞎人创立这个煤炭工坊 以难民为公的天大恩情 各位 我瞎人之恩不值如此 一切不过当今朝廷之恩 陛下之义 各位 小子不过 一个村子里的小狼 无关无绝 也就多有几个闲钱而已 这煤炭工坊 乃是当今圣上定下的 以公代赞之大计 这地也是圣上封赏 出力 得孔府相助 才命我建立这个工坊 尽力收归留民 所以我自不当鞠躬 所以小子担不下 各位的恩情若要谢 那也是圣上心念难民 我也只是做点我能做的而已 谢皇上之恩 没想到皇上还念着我吗 没想到朝廷 还是念着咱们这群建民的命啊 一阵阵的激烈的声势又响了起来 听得就站在中心处的李世民 一阵老面微烫 没想到这瞎人 会把这名声推给自己 各位 散了吧 只要好好干活 我都敢用皇上的名义保证 以后饿不着你们 登家 老头儿现在就去给您找孔娘子去 您稍等 瞎人 这百姓对你如此 你为何推却 这可是美名啊 老李 你懂个屁 这小子 属狗的不成 这不是想问问你小子心思吗 老李 这个名我可不敢要 往小了说 不过一众流民 对我感恩戴德 往大了说 这可是民心 这一点 哪个皇帝不会在意 你都是要进官场的人了 以后长点脑子 以后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 我姐怎么办 难道你小子认为 当今圣上是心度之人 当今皇上是不是度心之人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咱能不碰就不碰 无非一些名头而已 哪怕是美名 有时候单在自己脑袋上 也不是好事儿 当今李二 能够广开言路 为民为本 讲武军国 也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贤能帝王 这一点我认 这种民心的事情 归他脑袋上 自然是他乐见其成的 我赚我的钱 咱帮那位得个好名声 不也是挺好吗 你这小子 当真是钻到前眼儿里面去吗 老李啊 虽说你做了几年生意 这以后进了官场 你可是个徒儿 可得小心点 这那天被人算计了 都不知道 以后有事不懂 就问问我 知道不 摊上了这么一个老丈人 有什么办法呢 但谁让他生了个好女儿呢 这以前觉得自己这老丈人 还挺有威严气度的 怎么随着日子的推进 老李这形象 好像有点破碎啊 我他妈整个官场都是震的 还震是个厨儿 算了算了 不气不气 都怪震隐瞒身份 等震摊牌了的 高低让你这小子好好看看 谁是厨儿 老李 我想知道 我姐一个国色天香的大美女 当初是怎么嫁给你个土地主的 你小子什么话 某语夫人 当然自然是良人玉佩 良人玉佩 你这老小子 怎么看都不像是俊娇啊 当年咱老李也是十里八江的俊后生 当年来提亲的都差点把某家的府门给踏平了 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那当年那也是俊俏少年郎 不少姑娘家招司目想的 瞎人 当年二郎还是十分俊郎的 现在不过是微微发胖了一些而已 好好好 也就捡你惯着他 二郎 老李 你在家行二啊 几个兄弟啊 嗯 是行二 就四个兄弟吧 你既然不是老大 怎么你家里的生意 你再操心做主 大哥早些年去了 这便不是我来当家做主了吗 总不能说 我已经把自己大哥弄死了吧 不仅大哥 连弟弟也弄死了 快看 孔家小娘子来了 哎哼哼哼哼哼哼